桑姐 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哪 沙场刀枪无言不说 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 这军功上 敦亲王可是前车之箭哪 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 王爷是势在必行 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 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 便是自称无能 唯有如此 皇上才会稍稍放心 王爷才会安全 王爷就不能不去吗 朝廷在用人之际 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 难怪允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 国难当头 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 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 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 甚被了还年轻 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是看十七歌得皇上看重 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 罢了罢了 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 我是担心的不行 沙场无言 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 听说魔阁已经住进驿战了 可皇上却还没有急着要见他 朕想杀杀他的利器 魔阁远道而来数热攻心 皇上的法子 清凉降火是最好的 再过两日就是七月初七了 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 有关事宜 张婷玉去安排了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魔阁已在殿外等候觐见 宣他进来吧 喳 宣 魔阁可汗 觐见 魔阁可汗 喜欢的东西 就是喜欢 还有想法设备的 我得到的 我可汗来朝 参拜大京皇帝 准战尔寄来觐见 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 面见圣上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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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七月初七 皇上设家宴款待至亲至友 既然可汗用准战尔语说 有蓬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那么自然 君子静而无师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接兄弟也 故人许久不见呢 可汗风采一旧 可汗 似乎很喜欢论语 朕的十七帝 我郡王 最图诗书风雅之事 可汗有空 可与他多多切磋 汉人据赐死者时 才已久较地 你再诅咒本汗 可汗误会了 本宫并非诅咒 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 可汗乃天朝贵宾 这第一杯酒 便是感谢皇天后土 引来家客之喜 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 可汗不必过择 每场大清与准戈尔来往 不过是互事交易 多日来却兵戎相见 准戈尔早就臣服大清 如今却多杀戮 难免彼此疏远 若今日因可汗到来 而使准戈尔和大清和平相处 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 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 西贵妃真是伶牙历齿啊 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 而足不出户之人哪 可汗见笑了 本宫才疏学浅 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 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 西贵妃所言正德振心 请可汗满饮此悲 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好 祝大清皇帝福吕随之 受烤棉红 坐 来人 到 今日既是七月期 奇巧之日 本寒也有一巧物 与众人共赏 多年前本寒曾得以九连玉环 听闻乃西玉彩玉工匠 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 又费尽心思着成此环 都说中原多治者 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寒 解开这九连玉环呢 拿到堂下请铸成变观 谁能解开朕自有重赏 喳 上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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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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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jo 鸡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还玉之阴气 此乃富贵祥何之诏啊 靖贵妃所言极好 玉岁尚能修复 若彼此交恶难免战乱 何不也如金香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 不知可汗是否愿意 与蝼蚁挡一猛兽 皇帝以为如何呀 皇上 这是新娘的成酒 皇上尝尝馅 黄帝尔 张廷宇大人让奴子来转告皇上 岳中旗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 猛兽 有猛兽之力 蝼蚁 有蝼蚁之会 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 仿佛楼宇在节节败退呀 以退为进 可汗想必读过兵书吧 本汗也想如此揣测 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 可汗取笑了 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听闻龙生九子 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 既然本是同根生 将奸何太极 准格尔本属大清 朕自然关心 听闻准格尔的大军 在雁明关外得了些小义病 大兵在外 医药怕是不足 大清前几年也得过十亿 朕倒有些秘方 可汗若是需要 朕倒可派人去找一找 多谢皇帝好意 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 也好吧 只是这些医事云游四海 方子随身携带 朕派人去寻 只怕也需要两三个月 但愿可汗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娘娘 苏公公 好消息 月中旗大人 杨庄与准格尔部对质 案里派旌旗突袭了准格尔的粮草大军 没了粮草 准格尔的士兵又染上了十亿 奴才带我瞧瞧这个摩格 还怎么个横法呢 真是好消息 是啊 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 本宫即刻就来 是 娘娘留步 可汗万分 西贵妃别连无恙啊 他 可汗 可汗此话差一 本宫从未见过可汗 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 哼 本汗有鹰的眼睛 见人过目不忘 西贵妃 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 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 本宫从未得罪可汗 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 你就不怕 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 什么当年之事 果郡王的册服竟是本宫的妹妹 与本宫相貌相似 听闻当年王爷与册服 册服竟同游 遇见可汗被蛇所伤 今日故人相逢 王爷和册服竟 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 西贵妃 你真是能言巧辩哪 像西贵妃这样 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 你们大清皇帝喜欢 本汗也喜欢 可汗醉了 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 不必了 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 他偷烧我大军粮草 用石亿要挟 手段真是太卑鄙了 可汗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说呢 获兮服之所以 福兮获之所服 西贵妃 你相不相信 本汗既有诗 也必定有德 只要能兵戈化玉伯 对大清对准戈尔布都是福都是德 但愿本汗要的东西 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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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司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 确有此事 你带着粘杆处的人去彻查此事 力求有证有据 这 皇上 某个课还有要事求见 什么要紧事 可汗说有一心爱之物 请皇上赏赐予他 皇上 皇上 西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 传国郡王在此等候 没有朕的宣招不得入内 喳 皇上回来了 皇上 为何这般看着臣妾 是什么时候的事 臣妾愚媚 不知皇上所指何事 朕 朕一直宠爱你 可是此时此刻 朕 朕恨你这张面孔 端在有人给朕 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 是摩格 摩格特意来见朕 朕要朕许你和亲 她是什么时候看上你的 臣妾那天子嫔妃 怎可伟身和亲 莫格实在荒谬 朕何尝不知道她荒谬 朕方才用你的话 去读她的嘴 可是她搬出了 汉原帝的典故 以明妃昭君来比 要朕割爱 你这张脸 这么吸引朕 也能吸引旁人 朕就不应该让你见她 明妃初三 那是原帝毕生之徒 臣妾是皇上的嫔妃 若朕如此 那以后皇子与公主 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 她告诉朕 她不在乎这些 只要喜欢 她什么都能接受 何况是你 莫格若朕因臣妾而起邪念 臣妾愿自毁容颜 报权颜面 若仅仅是颜面 有何要紧 大清虽然以十亿 依诸整个人的许臣 但难保他们找不到 治疗十亿的方子 况且战事颜面至今 大清的元气大伤 朕问过户部 献下所有的粮草 给予一处 也只能够大军三五月之术 彼此僵持下去 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例 伯格明明白白地告诉朕 只要许你 为准戈尔部王妃 再给她治疗十亿的方子 准戈尔的大军 就会全部撤退 以后每年 只要三千粮草 十万银两即可 从此再不与大清起封烟 臣妾明白了 臣妾身为贵妃 深得皇上宠爱多年 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 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 但凭皇上所愿 朕是异国之君 但凭 但凭你自己做主罢 臣妾不敢忘恩 王爷 王爷 不可如此 西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 可只怕会向皇兄于不义之地 王爷 皇上尚未传诏 您是不能进来的 苏卑胜 果君王的话没说完 他也难受 果君王多虑了 本宫是自愿的 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 可是娘娘一旦和亲 皇兄便会如汉原帝一般 为后人耻笑 但魔阁如何应答 皇兄 西贵妃为三子之母 为分尊荣 若以西贵妃遣嫁 来日公主和皇子 若问起额娘的下落 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 况且 准格尔远隔千万里 日后皇兄再思念西贵妃的话 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皇上钟爱贵妃 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 若准格尔真要和亲 皇上您何不另选 才冒双全者嫁于摩格 这样既保全了娘娘 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 你知道 情之所终 是极难改变的 摩格既然敢要西贵妃 必是志在必得 你以为 能再浅嫁他人 就能令摩格满意退缺吗 这儿没你的事 你先下去吧 喳 旁人也好 西贵妃也好 既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 有何分别 如果 准格尔以此为例 年年要求大清所纳和亲 岂不是天下女子接受荼毒 大清的颜面 何在 臣弟以为不妥 是朕被蒙在鼓里 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西贵妃 朕都懵懂不知 以致颜面尽失 禁退良难 皇兄 咱不是打不过准格尔 你以为朕 就能舍得西贵妃吗 咱们不是不能打 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 如今的情势 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 汉家青史上 罪记着是和亲 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 臣定愿领兵出关 不退准格尔绝不还朝 你告诉朕 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 还是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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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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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时间 我心里有的 语言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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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月 郎郡千锁 二月 妾身长剑 三月 如同梁上碎碎长相机 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wever, being mighty 无可推入 benefits of�ointенных 你先下去吧 是 这么问你 大运和亲后 你怎样打算 军姐不肯 被他人锁入 连累王政卿 朕不是汉原帝 也不希望你做 有去无回的周军 即便老世妻 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 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 爱你之心 人皆有之 也难怪他们 非先于你的美色 只是 不管旁人 如何爱慕你的美色 你的心 只能在 站这里 皇上昨夜就下旨说 姐姐病重 还不许看望 真并不说 还不许探视 皇上如此 形同软禁 皇上如此 是意在和亲了 西贵妃 一旦被送出关外 皇上便会为 西贵妃发丧 从此以后 再无此人 这里是圆明园 一切都不方便 若石七哥的消息准确 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 再从长计议 御驾这两日 也要回宫 那咱们就即刻回府 也不知她怎么样 雅娘自己都被关在这里 不通消息 还能关心时期 我怕云里会沉不住心子 昨日我向皇上拜彼 并非是要皇上郎君千岁 而是希望云里 不要再为我施了分寸 我如何都不要紧 却不能再连累她了 这皇上 也太狠性了 修成欲严肃 卖于帝王家 你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 所谓恩宠倦案 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 设计安安 我若真开口要皇上垂怜回护 那才真是子不量力 你并非乔娘娘 又自弃之夜了 皇上已尽已行 我与她之间 必有一人不能抱去 若是她 宁愿说 娘娘漫漫不可做自愚见 若是她死 国君王府上下 势必不能抱去 可若我死 皇上到底还会顾及那些孩子 不会赶尽杀去 且你以为 若她死 我还能活 可是就算娘娘遭子不测 那王爷一定会如此的 所以 我会急于抱绝 皇上 你不要去 我歇一句 王爷 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 你已经忍了她那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要在这最紧摇的关头 以身犯险呢 你知道的 无需多问 王爷 你就那么在意长洁 再一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 她为了保全我 可以牺牲自己 我也是 她哪里是为了保全你 她是为了保全她自己 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 和亲或许还能活命 王爷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 当初她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 她就回宫了 你为什么还要为了她 放弃你的平安尊容呢 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 不必再说了 我和环儿之间 不用计较这么多 如果她有事 我一生都不会好过 王爷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这一次我求你 我拿我的命求你 你不要走 长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 她虽然有恩于我 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呢 又是这一辈子我没爱的男人 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 也不愿意去伤害你 玉姨 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 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 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 以后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 你醒醒吧 王爷 从我的眼睛 落在她身上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我保全不了我自己 我也要保全她 活着 事情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消息传出去 我郡王府 以为西贵妃 已经为宋九和亲了 好 谁都不知道 那喜教里 其实只放了一张 医治十亿的药方 这个莫格真是胆大抱天 竟敢求去西贵妃 藐视天朝 成大使者不拒绝 也不会沉溺与男女私情 朕只说 给她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 她便失去了 可是莫格始终否认 国君王与西贵妃有任何私情 莫格袒护西贵妃之情 朕难道看不出来 最可奇的 是国君王 竟敢觊觎黄嫂 有不臣之心 你办事得力 朕知道 现在只看云里 会不会为了西贵妃 出关去追 如果她出去追了 那就是千真万确 基于朕的女人 西贵妃那儿 奴才会派人勘战 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 好 莫格离京 你也吩咐下去 明日回宫吧 正 师七哥 你且放心去 这儿的一切 我和玉饶会先瞒着 瞒住了一时 瞒不了一事 到底连累了你 师七哥 你多保重 兄弟们 wz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